各位現場跟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谢谢 谢谢你们又来参加我们百年孤集十奖的第二奖 我这边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现场来到的朋友 还有在线上的朋友 我们从这个 张伟雄先生帮我们做的预奖 为什么要读百年孤集 到我们的第一奖 张宏志先生一个世代两种时间 我们已经累积了13万人次 在看这本书 在听这本书 非常非常谢谢张伟雄先生 作为我们的策划人 那今天的这一奖呢 我们是请到评录 那评录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小说家 我想大家他的何日君再来 行道天涯 东方之东 婆娑之岛 包括近年 2017年的坦路的新 跟这个2020年的间隙 我非常荣幸 在我在当任这个 时报文化的总毕业期的时候 这两本散文 我能够跟他合作 那我也非常知道评录 当他在做一个创作 或是包括准备今天的演讲 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这一个月半个月以来 他几乎是这个闭门读书 闭门卸课 席交绝游 就在准备这本书 所以我相信今天一定可以听到 非常非常精彩的作品 那当然 他的创作 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 包括我说 这个我们后来的这两本书 得到了这个 这个经典奖 台湾文学经典奖 还有在去年 评论也得到了国家文艺奖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表示我们非常重视 这样的一个华文作家 那这十场讲座 就是张伟雄先生的 讲的黄境阵容 那我们现在就来掌声 掌声欢迎张伟雄先生 为我们介绍影言 谢谢 好 感谢平路老师 淡黄哥 还有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今天下午一起参加 闽隆讲堂这一场 百年孤集的讲座 百年孤集是一本 非常特别的小说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 小说大概没有之一 就是说他在那么短的篇幅里面 然后包含了那么多的讯息 那么讯息多到 你可能必须要动用 一组十个人的人马 来对他做一番诠释 哈勒布鲁的讲 百年孤集是说 这时候就说他读每一页 每读完一页就有一种美学的疲惫吧 他叫Aesthetic Fatigue 他说因为里面要让他参详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但是他觉得可能 所有的文学里面 大概也只能有这一本 因为这本小说太丰富了 所以我就邀请了台湾 另外九位除了我自己之外 数一数二的说书人 然后我们用沃尔夫 他所讲的common reader这个角度 来谈他个人对这本小说的 某一个特殊角度的见解 上礼拜我们听了洪志大哥的 《魔幻写实》的 在我看来是台湾过去到现在 讲《魔幻写实》最好的一场演讲 今天我们要邀请的是平路老师 说平路老师 因为他真的是我的老师 我在2002年 在念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时候 我上了平路老师的文选课 其实那是我可以讲说 直接是促成了 今天会有这十堂讲座的 一个最远最远的原因 因为在文选课里面 平路老师带我们读小说 我其实是把小说当成一种 比较高阶的娱乐在看待 因为里面有情节有故事 有生动的描写 但我在平路老师的课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 小说More than that 所以我们自己在提每一个人 要来提小说讲解的自选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提了好几本 都被平路老师退回 因为他觉得 那一个还达不到小说的层次 那也就从那一刻开始 其实这二十年的时间 我花了很多时间 重新去燃起我读小说的兴趣跟热情 以及研究的乐趣 所以我其实邀请平路老师来 其实要感谢平路老师 他实际上最远最远的促成者是他 那平路老师也是台湾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我在大学的时候读他的玉米田之史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虽然还没有出国 但我深深觉得 身为一个台湾那个时候 我在党外杂志上班的小伙子 我都觉得被工作磨透了那种 匮乏跟倦怠感被平路老师完全写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还是很小的年纪 说这么多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听平路老师来讲 百年孤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就是爱情 因为最终百年孤寂这个家族 是终结在爱情上面的 所以我们掌声欢迎平路老师 谢谢 各位好 谢谢文娟 谢谢韦雄的促成 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 同时也让我在之前的 两个礼拜吧 就完全重新沉浸在这一本小说之中 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 重读这么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自己的读书心得 那题目也是自己选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 第一张我自己的PowerPoint是 这是这本书 或者是每一本书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 其实我们都只能读到 原来就存在我们内心的东西 那一本好看的小说 就是把它勾引出来 就是勾引出来而已 就是勾引 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原先不会知道 我们心里有这么这么丰富的 澎湃的 甚至是狂野的 这些情感 这是普鲁斯特的话 大家都知道 希望有机会也一起读 追忆似水年华 那好 那就是 所以当然我跟各位 今天分享的一定也是 原来我自己觉得 最有兴趣的题目 在百年孤寂里面 跟在人生当中 那我分四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时间 爱情 性别 孤寂 那我就讲下去 时间 时间一直是我认为 我们可能多少忽略的 其实是每个人 在人生过程中 最最重要的 一枚 一个 一枚 一枝 都可以变数 variable 它是最重要的 那一切都离不开 时间的轨迹 同时 它是variable 所以它影响 好多好多 我们做的所有的决定 包括爱情 包括婚姻 我常常觉得 我们为什么会碰到一个人 为什么会跟一个人 也许厮守终身 终身也许 就分开了 其实都是timing 就都是时间 玩的游戏 或者是有时候是时间惹的祸 都是这样 那在百年估计里 当然时间是很重要的 OK 先插出来一点点 可能看不清楚 就是在我 我曾经念数学系 我曾经做根数学相关的工作 在我对公式 对写数学公式 手感还很好的时候 那时候 我自己就写过一条公式 因为很喜欢这么简洁 所以后来我也引用在我自己的散文集里 那个公式非常简单 红字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不清楚 就是L 如果L就是love 如果代表的是爱情的符号 它正比于时间分之一 T是时间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 爱情的大小多少 是正比于时间分之一 那它的引申出来就是 当时间趋于极少的话 就用数学公式的引申就是这样 当时间趋于无限小 就趋于极短的时候 那么爱情的可能性就趋于极大 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公式 我觉得它其实笼罩 它可以覆盖 它可以解释 几乎是所有的爱情关系 当然我讲的爱情是浪漫爱 就是那个英文romantic love 就是 好那随便举例子 大家都很熟 就是为什么时间极短的时候 爱情的可能性趋于极大 当然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都要以死亡作结的小说 或是电影的里面 因为非要有死亡出现不可 因为那个怎么样 让时间趋于极短 一定要有个终结 要不然难以为继 小说也写不成了 电影也拍不下去了 王子跟公主从来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是 那个太难写了 所以比如安娜卡尔尼娜 托尔斯泰的小说 那个从第一页开始 就是那个死亡的阴影 或者甚至是一个背景 一直在那里 因此才有了安娜卡尼娜 那么当然就是 罗密欧朱丽叶 就是那个 就当他趋于极小 当死亡就在那里的时候 所有所谓浪漫的意义 就趋于极大 所以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公式 可以覆盖很多很多的关系 那等一下 我再说这是哪本书里面 反正就是 一本 允城版的书 就是很简单的意思 可是就是 It was more solid The closer it came to death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可以说是真理 就是公式一定写出 某种的事实来 更艰牢了 那所以 但是碰到 碰到百年孤寂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极短或极小 就时间依然有一个线性的进程 它是往前走的 它才趋于极短 但是在百年孤寂里面 最最最明显的 或者是很多人也都指出来的 就是这里的时间 是非线性的 它不是往前走的 它是回到可能是原点 就是它的进行方向 跟我们认知的时间不一样 那比如很简单 大家都还记得 这个 波恩尼亚上校 也叫邦迪亚上校 它的人生中有三十二次起义 都没有用 回到原点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 非常非常多的 所谓国族寓意 就在拉丁美洲这样的环境 一边是美国 然后内乱平仁 所有的事情都指向 其实马康多代表的是哥伦比亚 也是拉丁美洲 在那里到现在 可能时间依然 看起来是循环的 可是却是回到原点 那包括 说不定跟台湾 又建交又断交 也是另外的一种循环 它非线性的 所以以至于就是 大家都在时间的迷宫里面 因为迷宫其实是走不出去的 所以其实马奎兹的小说 比如迷宫中的将军 真的走不出去了 因为整个的美洲大陆 或对他来讲 拉丁美洲大陆 就是一个大的迷宫 那他所想拯救的国家 是迷宫中的迷宫 所以这个时间不是线性的 是一个困难 那么当然就是 书里面的一些句子 就是比如那个第一代的 最老的就是第一代的这个 波恩迪亚就是 何希阿尔卡迪欧 波恩迪亚就是的句子 就是每天都在问 今天是礼拜几 因为时间的结构崩坏了 就是没有任何一天 没有任何一点线索 他没有发现任何一点线索 告诉他时间会往前走 礼拜一之后是礼拜二 没有这样的线索 就是这个是百年估计里面 跟时间非常相关的题目 那我写的是 其实在译本里面是第九十页 那个我说的译本 现在我都沿用最新的就是皇冠版的一本 波恩迪亚 对以前的邦迪亚 就是现在都变成这样的名字 好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前面是叶数 就是这个就像世界一直在原地旋转 就是比如三百八十页 他们的家族故事就像一组不断运转的迟轮 一个不停旋转的轮子 就是一直一直转到永恒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永恒其实是什么 是原点 就非常有趣 百年估计的时间 好这是一段非常好 非常写得非常好的 他写的是 151 他从这个房间再进入另外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 打开房间又走到另外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 然后再一间一模一样的永无止境 他喜欢逛过一间又一间的房间 仿佛置身在一座挂满平行镜子的长廊上 就大家就非常有画面 我想大家都在看这样的文字的时候 其实已经进入了那一条永无止境 可是却哪里都去不了的那条长廊 那当然这个 我想也很多人都在书里面看出来 那名字的一再的重复 虽然是西班牙语系的传统 但是它仍然就是其实是家族的命运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辟语就是 后来我们的房地伯恩迪亚上校 一直在做 他最喜欢后来就回到那么多战乱之后 回到自己家里做小金鱼 那小金鱼做好之后 再重新放去熔炉 再一次再做再做 是没有停歇的 没有终点的这个循环 所以这样的意象其实一直在小说里 另外一个就是 跳出来跟时间有关的问题 这个是非线性的时间 不是线性的 另外一个其实也是难题是 如果时间真的没有尽头 那是怎么样呢 当然这是另外一本 马奎兹的小说 爱在瘟疫蔓延时 好了 难题来了 如果时间是没完没了 是无休无止的时候 当所有的港口都不让这一艘 上面有瘟疫的人的船进入的时候 譬如对我们来讲 就是在这次COVID-19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邮轮有这样的状况 那要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的爱情又是什么呢 那当然对我来讲 就是其实我心里很 真的忍不住要笑出来的 就是这本书的封面上 他是要把这本书送给他的妻子 他的太太一直是支持他 最最最用心 跟整个他写作的助力 然后也是他一生一世没有离开的人 可是就是说 对我来讲 这里面的非常ironic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本书 当然是要给他的妻子的 但是那里面 就是一旦时间无休无止之后 可能跟浪漫爱没有什么关系 那是夫妻之间 或者是说伴侣之间的恩义 或者说恩情 就其实不是浪漫爱 那么浪漫爱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版言估计》里 一再写的是那个浪漫爱 不是这样的恩义 好 那么浪漫爱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被 丘皮特的剑射中 在《百年古籍》里面 所有的爱的缘由 都是他不可能 他不应该 他代表的是禁忌 就是所有的恋童 乱伦 或者是adultry 都是各种各样的 不可能不应该 绝不会发生吧 这个是在《百年古籍》里面写的爱情 这是爱情写的非常非常荡气回肠的一段 所以一定看《百年古籍》的时候 就是什么样会牵连到我们心里 就是让我们看的时候都不觉心动的部分 这是在《百年古籍》里面的第八十页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时候所写的情境 其实是伯恩里亚上校 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去打仗 他还没有去参加那么多的起义战争 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奥勒里亚诺 他就是用没有起头和结尾的诗句 去传达他的爱情 他在写在浴室的墙壁上 写在自己的手背上 为了要给雷美蒂斯 但是雷美蒂斯 这时候的雷美蒂斯是几岁 九岁 对不对 才九岁 九岁的小女孩 就是这样 然后写的真的太好了 在飞蛾飞舞的 无声的 漏中四周 在破晓十方 时刻面包的香气里 就是雷美蒂斯 无所不在 他的倩影化为永恒 又一次的永恒 九岁跟那时候大概 男生应该三十几岁 雷美蒂斯还有几个姐姐 无论如何 所有人的期待 至少应该是喜欢的是他的姐姐 不是这个小女孩 可是禁忌不应该的不可能的就发生了 因为这段我自己很喜欢 我觉得可以把文字的想象力 可以拉到如此的 真的是无限大吧 这首是其实真的是无限的符号 这是英文 当然英文也是译本 可是我也把它放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简洁 它就是 就是雷美蒂斯 就是雷美蒂斯 Everywhere and 雷美蒂斯 forever 就是这两句就够了 然后真的想想看 在那个清晨连烤面包的香味里 都有雷美蒂斯 就是这个绝对不是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天长地久的恩义 这是浪漫 最浪漫的爱情 爱情爱情 就是充满了禁忌 怎么可能只是个小女孩 当时连她的乐视都还没有来 就是爱上了 怎么办呢 好 当然后来那个 大家看书就知道 就是好不容易 我们的奥雷黎诺亚诺 等他等雷美蒂斯14岁的时候 终于有了乐视成人了 可以结婚了 然后是很美满的婚姻 还怀孕了 可是却孩子还没有生下来 死亡就来了 就是女主人公就死了 然后这个雷美蒂斯也是 博恩迪亚上校 就在她每次面对 行行对的时候 她逃过很多次的死亡 每次她觉得要死的时候 都是她最后想到的人 就是雷美蒂斯 好 等一下我还会回到 这个小女孩长大的 博恩迪亚上校最爱的女人 可是真的是最爱的嘛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翻转 等一下才会出现 好 那是她最后想到的人 确实是没错的 那 我们 要再现打开整本书 刚刚说 百年孤寂里面的爱情 都是禁忌 然后很多的乱伦 很多的都是很多角的 不应该的关系 譬如 我稍微 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自己那个 其实我都 很记得他们的关系 但那个名字实在是会让我拗口 第一代就是 这个 何希阿尔卡迪欧伯尼亚 跟乌苏拉 乌苏拉在最开始的译本里叫 易嘉兰 如果大家都还记得原来的译本的话 他们的关系是表兄妹 所以也因为 他们对于这个 是不是某一种 写缘太相近的 忌讳 所以他们才会离开原来住的地方 来到马康多 其实他们心里一直都是害怕的 乌苏拉甚至很多年都不愿意跟 这个老的何希 就是第一代的伯恩蒂亚 同房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鸡蛋 第二代 这个何希阿尔卡迪欧跟 奥雷里亚诺 伯恩蒂亚 他就是伯恩蒂亚上校 后来的伯恩蒂亚上校 他们喜欢的都是 也不能说 就是很年轻时候的 应该说是 信誉的启蒙的对象 就是德内拉翻译成 而且他们就是 德内拉跟他们 两个人都生下一个孩子 那是第三代 那在第二代当中 这个雷贝卡 她当时就是 等于是带了一个行李箱 就过来了 算是他们家的养女 跟阿玛兰塔 就是真正 第一代生下三个孩子 除了两个儿子以外 还有女儿 就是阿玛兰塔 他们同时都很喜欢 那个调音师 叫克雷斯币 他两个人都热恋 就同样的对象 就是我 这些只是举个例子 那第三代 第三代这个阿尔卡迪欧是 何希阿尔卡迪欧 跟 跟就是几乎跟 对不起 他差一点就跟德内拉上床的时候 那德内拉用他所有的积蓄的一半 就请来了另外一个女人 就是后来也很重要 一直在他们家帮忙 所有的家务非常任劳任怨的圣塔 苏菲亚 那这个时候 就是他几乎跟他的母亲上床 那在第三代里面这个 奥雷利亚诺和希就喜欢上他的姑姑 阿玛兰塔 那当然是一个很悲剧的结果 也让这个邦迪欧上校的这一支 就是奥雷利亚诺波恩迪亚这一支就没有了后裔嘛 那到了第四代的时候 就第四代是圣塔 这两个孩子都是圣塔苏菲亚跟阿尔卡迪欧 剩下来的孩子 那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对象都是这个佩特拉克提斯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都还会讲到 这些名字这些女人的个性 等一下我们还会回来 那当然很快就到了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 那美美那个是就是刚刚那一位奥雷利亚诺二世跟菲兰达生的 那菲兰达是一个大家稍微记得一点点 就是一个非常太严谨而这支很伟善的女生 就是他的儿子 因为美美喜欢的是不受这个家族接受的男人 那他的儿子奥雷利亚诺 就是这个第六代又回去喜欢他的阿姨 他的阿姨阿玛兰塔乌苏拉 所以就是第五代就跟第六代 就美美跟阿玛兰塔乌苏拉是第五代 那他又跟这个奥雷利亚诺第六代在一起 那当然有没有第七代就是 或是第七代就是后来被那个红蚂 被蚂蚁吃掉的婴儿 就是这个因为跟阿姨生下的孩子 也真的长出了一条猪尾巴 就是大致上是这些 那当然还有别的 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乱伦 就是大家就看到 几乎每一代 这个都是即使想要避免 却难以避免的这个宿命 那乐是赶快跳过这一页这些名字 实在很难念 那总而言之 他的意义就是我们总是会爱上 禁忌不应该爱上的人 那不只在百年故己如此 那记得我们刚刚大家 这个一出来大家都会笑得铁达尼 大家记得包括捷克跟罗斯 他们原来是 应该是根本就分在两个船舱 就是捷克偷偷上船 就是就算他偷偷上船 他们依然是完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这张剧照吧就很清楚看到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禁忌 所以浪漫爱就让主人翁有一对翅膀 就是这个是 再下一张 好 这个其实就是 在百年故己里面的 爱情的主人翁 妹妹 之一的妹妹 就是刚刚讲到 他的母亲非常的严谨 很严肃 那妹妹 爱上了 非常重要的一景 有黄虎 就是到哪里去 那个巴比隆尼亚旁边 都绕着黄蝴蝶 就是 敢也敢不走 那刚刚看到的前面一页 有一对翅膀 就是那个是 想象力的翅膀吧 就是浪漫爱 所以一定要用想象力去浇灌 就是那样的翅膀 其实也是黄蝴蝶的翅膀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 它们是不同阶级的 它们的阶级原本 它们根本不应该碰在一起 巴比隆尼亚是一个在那时候车房的 就是在车房做 不但是车房的技工 而且还是技工的学徒 满身的机油的味道 可是美美 她弹古钢琴 她的母亲也希望她弹古钢琴 她是那样的家族里面的小姐 虽然家族后来有一点没落 可是她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因此她们一旦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要偷偷在譬如在戏院里 要看电影的时候 要偷偷的就是巴比隆尼亚 要爬在屋顶上 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下来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当然他们在一起了 那没有好结果 因为妈妈发现了这件事 就把巴比隆尼亚当作偷鸡贼来处理 就直接掉下来 本来在屋顶上准备 溜到美美的床上去 那也因此就从此就 用今天的话讲 半生不遂 瘫痪了 他们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那美美也以为她死了 因为最后一只黄蝴蝶就卷在那个电扇的扇叶里面死了 所以她也以为巴比隆尼亚也死了 那美美就在修道院里 过了当然是孤寂的一生 就是这样的恋爱故事 这样的意象 我自己作为读者会觉得是百年孤寂整本书里面 就是真的是最美的 想想看 主人王之一只要一出现就跟着一堆黄蝴蝶 就是 太好了 就是 好 接下来去讲 那当然 另外一个 爱得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不可能的 也是充满禁忌的 爱情 是刚刚讲的 就是那个 第五代跟第六代 就是 奥雷里亚诺 永远是一样的名字 就是这一位跟他的阿姨 阿玛兰塔乌苏拉 那阿玛兰塔乌苏拉 本来是 看起来是有一个很合适的婚姻 她的先生 葛斯敦是一个很宠太太 也很有 也很有创造力的男人 按理说 不应该发生这样的 什么 疑生之间的 浪漫爱 就发生了 发生的那一瞬间 是因为 有人要开那个 水蜜桃的罐头 大概割破了手 另外一个人过去 所以终于就 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也是就是形容 他们在 他们在 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 在床上的时候 就是那样 赤裂的情欲 他们两个都大声不吭 唯恐扰乱 这个翻译其实有点啰嗦 抱歉 就是唯恐扰乱某个从敞开的窗户 鼓凝望四月傍晚天空之人的呼吸声 其实就是 就是千万不要 就是简直想像 看着四月的 有的时候 我宁可他翻译成 譬如说四月落日啊什么 就是会 就一样的意思 那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压抑声音 因为很可能就是 女主人翁在这里就是 阿玛拉奈奈 乌苏拉的先生 说不定就在隔壁 就在隔壁 而且当时他们是外面人看 或其实是他们的感情也很好 是幸福的婚姻 所以他们一定要很小声 他们小声的好像是 就是一开始杨奈东的那个翻译本质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翻译法 意思都是充满了压抑 所以其实连那样的呼吸声 都要好好的指住 义主为了救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欢愉 好 现在是四月 大家想想看 现在是四月 四月 某个意义上 有一首诗我也很喜欢 第一句就是四月是残酷的季节 那是另外一种 那是另外一种看法 可是想想看 四月 大家如果今天也许没有明天 说不定有傍晚的落日 想想看那种的情境 就是 在《百年古籍》里面 书里面 用了颇长的篇幅 写这疑之之间的 疑生 阿姨跟外甥之间的欲望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的动人 非常的动心 可是他们是不应该的 不要说这个婚姻 婚姻就是是婚姻之外的感情 而且始终那个疑惑在 虽然 这里的奥雷里亚诺 她是每每跟刚刚讲 巴比隆尼亚生的孩子 当时是送回来的 送回来就只有他们的母亲知道 那别人以为就是 好像是篮子里飘过来的孩子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是医生 可是他们一直都有怀疑 他们 误以为他们是 可能是姐弟吧 所以那个 刚刚讲到那个乱伦的禁忌 一直都在 所以不只是 他们是婚姻之外的关系 而且可能丈夫就在 就在隔壁房间 只是丈夫在做她喜欢的事情 那不只是这样 就是他们之间 一直都怀疑他们是姐弟 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 就是用最刺烈的情感 去回应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是奥雷里亚诺 跟阿玛兰头 乌苏拉的爱情 好 接着要讲第三个题目 我刚刚讲时间 爱情 因为其实他们都缠绕在一起 那现在第三个题目 再讲其中的性别 性别 百年孤季的男性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的名字一再地重复 一般来讲叫阿尔卡迪欧的男生 从第一代 何希阿尔卡迪欧 波恩迪欧开始 就是他们都很高大 都很健壮 都有很不一样的生殖器好了 就是他们都是代表一种 一种形态 那么奥雷里亚诺的男性 就包括波恩迪亚上校在内 就是他们都比较内敛 个子都比较小 然后都很喜欢深思 那也都很容易进入一个自闭的循环 就是大概男性都是这样 共同的特质 就是他们空想 他们很喜欢胡思乱想 然后似乎去面对那个世界 然后终于发现什么都做不成 时间在循环就回到家里 这个是百年孤季里面的男性 但是女性不同 女性不同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部分 波恩迪亚家族的女性 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都比较看清楚 尤其是这三位 他们活到很老的女性 但都看清楚 情欲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都 而且都很有经营事业的能力 比如乌苏拉是那个大家长 是真正的女性大家长 其实是她一直在维系 让波恩迪亚家族还可以 还可以过个 还可以过日子 还可以过个不错的日子 而且她实在太棒了 就是包括波恩迪亚上校 每次要做出很错误决定的时候 都是这个母亲去劝阻她 包括波恩迪亚上校差一点就要去 跟她最重要的朋友马奎兹 书里跟作者一样的名字 要去猝死马奎兹的时候 都是母亲出来 很像很像什么 如果金剧里面有什么 杨门女这样的大家长 她就是这样的人 她也一直不管是做烘焙做什么 就是她从来都非常的务实 从来都很有现实感 就这样的是乌苏拉 可是你说她有那样的浪漫爱吗 她有头脑不清楚过吗 大概从开始就没有 虽然她跟她的先生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 当然就其中有很多 在百年古家族的小说里面 很值得称颂的一些片段 大家都记忆清楚 包括儿子在外面过世了 冠冕死了之后 那个血都一直流回来 流到母亲的身边 种种种种 而且她真是了解每一代的孩子 这时候我一定要念一段 因为我自己实在太 就是这一段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 所以就让我来念这一段的部分 就是她的那个波恩蒂亚上校 在很多年之后发现 乌苏拉 乌苏拉就是她的母亲 是唯一一个看穿她的不幸的人 就是唯一一个看穿她的人 我想就是形容一个母亲 形容一个女人 这是很重要的话 就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乌苏拉是唯一看穿她的不幸的人 然后也在这时候 波恩蒂亚上校也发现自己 说她在爱情荒漠 认识数不清的女人 在整个沿岸拨下她的种子 大家知道她有很多个 十七个私生子 但是隔天肉体的回忆 只残留一丝丝的厌恶 她说唯一抵挡得住 时间跟战争毁灭的情感 反而是她跟她的哥哥 她的大哥何希阿尔卡迪欧的感觉 她说当时他们都还是小孩 感情不是以爱为基础 而是建立在共谋做坏事的一份亲业上 我自己作为读者 我认为马贵斯写的太好了 就是波恩蒂亚上校打了那么多仗 经过这么多的女人 可是她她后来回想 说不定她一个女人都不爱 或者她并不觉得那些爱有什么 那些浪漫爱有什么重要 然后她记得的反而是她是小孩的时候 跟她的哥哥之间 她们两个人都是小孩 所以共同做了不少小小的坏事吧 就是那种那个情感 是 是 我看英文的译本 就英文从 西班牙文过来 那个叫complicities 就是真的是一种共谋的关系 对男性来讲 就是那个说不定才是她心里 真真正正在意的事情 可是老母亲在这里 就是乌斯拉在这里 在波恩蒂亚上校 这边跟他这样主持 until 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也看清楚感情的荒漠之后 什么都不重要 什么都可以烧了 而是这个母亲 去阻止她 就是在最後的這樣的心情下 他叫他不要去燒當年梅雷迪斯 就是他心裡最喜歡那個小女孩的那張照片 是媽媽跟他講說那個不要燒 那個銀版的相片不要燒 就是這個母親還想為兒子 為兒子留下一點生命中其實很重要的那個初心 或是說算是初戀吧 就是這種部分 這裡我覺得馬貴斯寫得真好 就是烏蘇拉這樣的一個母親 然後這麼堅強卻又這麼可以說是柔軟 最主要是理解 他理解他每一代的兒子跟孫子 這些在外面闖了禍的 或者不知道怎麼辦的孩子到他身邊來 總是有機會跟他告解 總是他有機會去幫助他們 這個是非常非常動人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也一定要講的是德內拉 就是剛在前面幾頁有講過就是跟兄弟兩個 波恩里亞上校吧在他還沒有做上校之前 就是他們兄弟的就是跟他哥哥之間兩個人都跟德內拉在一起 而且都各生了一個孩子的那位德內拉 他的出身並不是名門 甚至他也 他也一點都不介意 用出賣肉體衛生也沒有關係 而且他非常重要的是他很會算命 他很會用紙牌算命 所以他可以算出也是一樣耶 一代一代的他的其實是他的曾孫 或者是那個叫玄孫來找他的時候 他都可以用算命的方法幫助他們 告訴他們說是哪裡有點不對吧 就是是的 然後其中包括他的心好大好大 就是跟他一起生了小孩 然後那個孩子當然就回到波恩里亞家族 不會認他的這個波恩里亞上校 好我就叫他波恩里亞上校比較容易分的時候 就是當他跟他在一起之後 他知道波恩里亞上校喜歡的其實是梅雷迪斯 所以他還幫著波恩里亞上校去想辦法 怎麼樣去博取一個九歲小女孩的歡心 就是他的心好大 胸襟好大 然後也很清楚 從來沒有混淆過 從來沒有混淆過 把情慾跟一些不應該連在一起的東西 放在一個籃子裡 從來不會 所以他活到 活到幾歲 活到145歲 烏蘇拉也是都活到很老很老 然後對德內拉來講就是當他到了145歲之後 他還繼續活 但他的生日 他的年齡就是往回算了 就是在那裡 這種不叫做瑞智有什麼叫做瑞智 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女性 然後第三個也是活到很大年級的女性 叫做佩特拉科提斯 就是他也跟德內拉一樣 他是個混血女孩子 然後從來不可能真正進入家族 所以他一直都是情婦 他一直是情婦的角色 甚至他分不清 剛剛那兩個二世 其實是雙胞胎 所以他跟兩個二世都有關係 他自己 從頭就是在 一開始碰到他們的時候 一直到最後 他都很會做彩券的生意 剛剛那個德內拉是很會算 很會算命 我總會用紙牌算命 那佩特拉科提斯是 很會做彩券的生意 而且當他跟 當他跟他的 就是後來他比較固定的關係的情婦 是那個雙胞胎的另外一個 就是雙胞胎之中的一個 是奧雷里亞諾的二世 就是當他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哇 大家記不記得 他家裡的牲畜 全部通通都養出一大堆的後代 無論是馬呀羊啊所有的雞啊 就是其實他是一個 同樣的很有 應該是很有 我剛剛用的是無差別的愛心 就是是這樣的一位女性 那我特別要講就是說 他真的是很不一樣 他後來就因為他很會做生意 他的彩券生意做得不錯 而且家裡的 家裡所有的牲畜都非常欣旺 他有錢的話 他就還會接寄費蘭達 費蘭達 費蘭達是誰 是他的情婦吧 就奧雷里亞諾二世的妻子 也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非常奇怪的母親 對女兒管得很嚴 對整個家族都就是 自以為自己很高貴很高尚 自以為自己是個公主 就是其實是一個很不惹人喜歡的妻子 可是這位情婦 在他有能力的時候 因為家族越來越破落了 越來越敗落了 他還用錢去支柱 就是支柱費蘭達 而且很重要的是 裡面書裡面有一句話 非常難得 就是他把 其實是他的情敵 是他 是他所愛的人吧 就是他浪漫愛的對象的妻子 他把他當作 他從來沒有機會生下的女兒 然後就是 非常非常的特別 然後一直支柱他 到小說的盡頭 就是他都有能力的話 他就去支柱他 不但幫助他的先生 不是先生 他的情人 而且幫助情人的妻子 所以是個很不一樣的佩德拉克提斯 然後當然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還有 就是當那個家族越來越破敗 牲畜因為氣候的變遷 因為種種種種種 終於也沒有那麼兴旺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把 因為原先就他的情人 這個奧雷里亞諾二世 代表的是某種意義的荒淫無度 非常非常愛花錢 甚至把鈔票都掛在所有的物質的牆壁外面 大概裡面也是吧 就是其實是非常喜歡炫富的一個男人 可是當他們就是整個馬康多變得不太可能 不管你多麼原來多麼會賺錢 都不太可能有錢可賺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他們的床本來上面都是鏡子 然後床的周圍都是滑蓋 想來是很多的斷面所做的這些裝飾 他通通把它拆掉了 然後他的感悟吧 他的體悟是說床不再是重慾的場所 而是他跟他的情人 他的情人那時候也已經不再意氣風發了 終於也看到了人生的蒼涼 所以他就是他們分享心事的避風港 就是這樣的兩個人到經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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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就是非常非常炙烈的愛戀之後 終於因為佩特拉的現實的力量吧 就是他們就是這句話我想大家看來也都很有感觸吧 就是他們哀嘆已經耗費了多少人生時光 才在共享的孤獨之中找到樂園 孤獨孤寂 其實是要眼睛怎麼樣的清亮才看出來 即使最炙烈的愛情當中都有拯救不了的孤獨 而反而是當兩個人可以可以默默相識 可以好好的相處的時候 反而是那個共享的孤獨 反而是一個支撐他們在一起的強固的一種固著的力量 就是在佩特拉科提斯身上就完全顯現無疑 如果用我們文化裡的愛情小說來講 包括像《紅樓夢》 其實也是陰色悟空 這是另外一種空靈的境界 那個徹悟就在 也許孤獨是每個人的宿命 不但是家族的宿命 也是每個人的 所以當你明白這一點的之後 反而可以 就兩個人可以在一起 是分享心事的避風感 就是這個是 就是百年古籍怎麼讀都很豐富 就是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片段 當然就是家族中還有另外的女性 比如阿瑪蘭塔 大家都記得很清楚 手臂上總是圍著黑莎 她是因為跟Rebecca 就那個會吃土的雷貝卡 開始兩個人爭奪 爭奪那個義大利來的調音式 穿著非常非常 怎麼講 又直又挺的褲子 非常不一樣的Fashion的 那個義大利人 他們兩個人都喜歡她 當然 但是在那個當年 這位義大利的調音師 喜歡的是 Rebecca 是喜歡的 所以她一直都很傷心 那後來再碰到其他的男人 她反而就是即使後來 格雷斯比也回來要跟她在一起 或者是用各種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愛情 都沒有用 她反而非常非常決絕的 清楚的說出 就是如果我們相愛的話 反而請你立刻就離開我這裡 就是非常的決絕 那美人 就是The Beauty Meredith 就是另外一個雷美迪斯的名字 用在這裡的時候 前面加了一個的Beauty 就是她是 她是那個 就是真的是一塵不染 然後又美若天仙 最後是用一張床單就 飛上天空的女性 就是這兩位女性 都有男生為他們死 就在小說裡 他們 因為阿瑪蘭塔 後來就簡直是很心而絕情 所以再多的 再多的傾訴 再多的表現愛情的方式 都沒有辦法讓她心軟 那美人 雷美迪斯是完全無感 就對她來講 她可以光著身子 在屋子裡走來走去 她也完全無視 就是各種新奇的 最有創意的求愛的方式 就是 他們 這是另外一種的典型 那當然就是 當形容雷美迪斯的時候 在書裡就有人說 說他們兩個都是鐵石心腸 鐵石心腸 某個意義上 當然也就遠離了 原來就是 欲望所帶來的 這一些 對他們自己的 某個意義上的厄運 厄運還是帶給別人 某一點來看 也許因此 阿瑪迪斯有了另外一種的清澈 就是她後來的日子 就是整天都在 都在計算她什麼時候 快要死了 她很會編織 所以在編織自己的獸衣 自己要死的時候 穿的衣服 那雷美迪斯就不知所終 某個意義上 也許是 一個很清純的 很與世無爭的結果 那就是 另外兩位女性 就是 書裡面還有其他 不過我們就舉這樣的例子 來講性別這件事 在書裡面不同的意義 那當然當 即使是有烏蘇拉 就是當有第一代的老祖母 這麼堅強的毅力 跟從早到晚不停的工作 都救不回來的馬康多 就是大家記得那場暴雨下了多久 就是種種種種一切的天災也來了 原先就是馬康多的鳥 曾經是吸引很多人到馬康多來的 那樣的聲音 可是那個時候 就是越來越 也許因為下太多雨了 所以鳥也都跑走了 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樣了 然後剛剛講到就是 即使是德內拉這樣的 充滿了 充滿了 生育能力的女性 她自己沒有孩子 可是她很會讓牲畜 一直不停的繁殖 其實她也無效了 因為 也許是天氣 也許是宿命 就是事情快要結束了 那這時候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有一個 在馬康多 一直跟在座各位喜歡文學的朋友 一定很相關的 就是馬康多有一間書店 是一個古典文學的教授開的 在那裡 書架上都是 其實很少人會讀懂的書 可是有一家書店的 那個在小說裡叫 加泰隆尼亞智者所開的書店 就是到 快要到結束的時候 這個書店也要結束了 加泰隆尼亞的智者 就是書店的老闆 思鄉了 想要回家了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已經進入尾聲 那當然就是 在馬康多 波恩迪亞 波恩迪亞家族的男性 一個一個都走入了 孤寂的小房子 就在自己的裡面 或者有的也死了 有的也離開了 種種種的 這時候 結局就近了 快要來了 這時候 我們一開始講到時間 我們現在其實是最後一個命題 是什麼是孤寂 那時間這時候又有作用了 就是 漸漸的沒有人再聽過當年的 波恩迪亞上校 波恩迪亞上校 而且在小說的背景 是多麼重要的年代 有香蕉聯合公司 後來還殺了好多人 至少是三千人吧 當然這樣的歷史在很多的國家 包括台灣可能也都有 但是大家不記得了 就是完全沒有這回事 這個是在書裡寫的說 這個是已經落幕的世界 在這裡只剩下惆悵 只剩下惆悵 那當然就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吧 就因為時間的關係 當時間循環回來的時候 確實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 包括波恩迪亞上校他自己 當政府 遠來的政府 或中央來的政府 要來頒獎給他 或者要用一條路的名字來紀念他 有一條路叫他的名字的時候 他是非常非常抗拒而慌張的 他只想躲回他自己的那個營作房 就是繼續做他的小鯨魚就好了 他是一點都不相信時間會往前走 就一切一切都回到原點 那當然在書裡面 就寫得非常非常的 應該說令人惆悵 就那種優美讓人惆悵吧 就說過去燃燒著 每一分鐘都在消失 但是永遠消失不完 這座城鎮就是馬康多 已經完全停滯不前 人們也都搬走了 就原先第一代 第一代的邦迪亞家族 來到這裡的時候 一切都欣欣向榮 一切都重新開始 一切充滿希望 是一個新天新地 那到了這個時候 就所有的事情都停滯不前 這就是結局 結局快要來了 或者已經來了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開始 也沒有結局 因為時間 時間在這裡的因素 好 那剛剛提到 有一個開書店的加泰隆尼亞智者 他的名字叫加泰隆尼亞智者 因為他思鄉了 他想回家了 他也覺得馬康多 可能不太值得留了 當然百年古吉利同時寫到 當他真的回到巴塞隆納 那是加泰隆尼亞語的地方 當他回到他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其實他發現 他還是很想念馬康多吧 所以他在那裡的時候不安心 他在這裡的時候也不安心 就是這是一位 也許是馬康多 最有意思的書店主人 放在這裡 因為大家都是喜歡看小說 喜歡文學的朋友 也許多引他的畫有更大的意義 那時候他回去巴塞隆納了 回去西班牙了 離馬康多很遠 可是他還偶爾會寄一大堆信來 那在有一封信上 他說 我覺得這個是很喜歡的句子 我沒有用中文 我沒有引我們的文字 我們的文字在皇冠的385頁 但是我覺得這個文字 用它的音譯本 我自己不會西班牙文 所以我看音譯本 是真的好美好美 可能比我們的翻譯本還更 還更讓人詆毀 他說 他說 你們 要永遠記得 就是 要永遠記得 The past was a lie and the memory has no return 過去的只是謊言 記憶是沒有回來的可能 That every spring gone by could never be recovered 就每一個春天的過去 都永遠不會再回來 珍惜這個春天 Every spring gone by could never be restored recovered 對不起 然後最後一句是 That the widest and the most tenacious love was an ephemeral truth in the end 就是 這句真好 覺得很難就是 翻譯得這麼洽切 如果是英文的翻譯就很棒 就是 其實是最狂野的 The wildest and the most tenacious 就是 其實是最狂野跟最頑強的愛 依然是一個 Ephemeral就是 招生目死的 truth in the end 就是 它如果是 它如果是個truth 它如果是個事實的話 也是轉瞬即逝的 也是招生目死的 就是 我們剛剛也 我們剛剛也都回顧到 就在百年古籍書裡面 真的是最狂野的 或者是 最頑強的 愛 依然是 招生目死的 如果是 真實的話 它招生目死 所以這本身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繁育 也是本身是一個Irony 所以到最後都是 就是這樣的 那 等一下 我還會講一下 它的 它的最後一句話也很有意思 那 好 它的翻譯就在 那個新版的 385頁 如果大家想要看翻譯的話 我沒有錄 因為我覺得用 英文的那兩個字就是 最狂野的跟最頑強的愛 都 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轉瞬即時 好 那 因為 因為 時間嗎 這是 這是問號 就是 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 會這樣呢 就是 回到我們剛剛的 第一個命題 就是 時間 時間 在百年古籍的小說裡 是個 問題 那 它非現行 那 在整個 馬康多的世界裡 也是個問題 在 波恩迪亞家族也是個問題 跟 在 拉丁美洲是個問題 所以 其實 每個人 也許都陷在那個 很孤寂的迷宮裡 那什麼是 孤寂呢 孤寂是什麼 孤寂 最 最後一個題目 就是 其實這個 不用 這是 我多寫的 就是 這一句 就足夠了 就是 這個 不斷 夢見的夢 只有在同樣的夢裡 才會想起 就是 大概 真的 沒有人 能夠用 這麼短的 語言把它寫得 這麼樣的 豐富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 不斷夢見的夢 但它的 吊詭就是在 只有在 同樣的夢裡 才會想起 如果沒有 沒有又 又墜入 同樣的夢的話 那麼 你就不會想起 換句話講 如果你做的是 別的夢 或者是你夢裡 醒來的時候 你就 忘了 你就忘記了 就是 是不是 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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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 真正的 古蹟在這裡 就是 不斷夢見的夢 只有在 同樣的夢裡 才會想起 那 這個 幾乎是 就是 就是在 百元孤集小說裡面 很重要的主旨 那我們記得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那個 靜中之靜 就是一個靜子裡面 有另外一個靜子 然後一個房間 有另外一個房間 永遠都走不出去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好 估計回到 回到 就是 因為這個 不可解的估計 所以 愛情 也許 短暫有效 可是它真的是 招生目死 所以才會有前面的那一句說 其實是最狂野跟最頑強的 愛 依然 依然 依然是無效的 依然沒有用 好 就是 加泰隆尼亞的智者 他有講過最後一句話 他說 等到人類旅行搭頭等舱 而文學只能夠 在貨運車廂的那天來臨 這個世界就完蛋了 我們在這裡去 重新看他 就會覺得說 不是重新看他 也許非常的新 我們的世界就完蛋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會講這句話 就是放在 放在小說 接近尾聲的時候 是他的最後一句話 這個世界就完蛋了 因為 當 很多很多的解釋 當文學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它 延伸出去的想像力 讓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鏡面的房間的時候 然後 也許這個世界 就真的完蛋了 也許這個世界 不只是 拉丁美洲而已 是的 還有最起先講的 那句話 在開始的時候說 那句話出自哪裡 其實那句話是出自 《愛在瘟疫滿顏時》 《愛在瘟疫滿顏時》 我們今天那個 殞城的發行人在這裡 也是開書店的吧 也是開出版社的 那也有 也是一位智者 可不可以問風哥 你對那句話 我覺得那句話很有意思 就是剛剛最後講的那句話說 如果 連書店都沒人開了 這個世界也就完蛋了 你要不要說幾句 沒有 其實我剛才想到就是 所以我們有捷運來玩救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有捷運來玩救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並沒有一個貨車 但是我 因為我今天來聽 我每次都有被陷害的感覺 各位朋友可能不曉得 上次參加評估的分享會 那我就被Cue出來問問題 那我就很盡責的問一個問題 後來我就變公敵 然後評估就在旁邊看我被砍殺 但我還是有得到一杯酒最後 但是我今天還是很想問說 那你覺得愛情到底是不是救贖 那作為一個作家 你覺得馬奎斯的寫作 對你來說 他的一個喜事 或者你想要得到的高度是什麼 那就為一個讀者 你覺得百年孤寂的愛情 到底是什麼樣的愛情 風哥自己也很喜歡百年孤寂 就我所知非常喜歡馬奎斯 那你要不要先回答剛剛問我的問題 這個不是你的講座嗎 這是 沒有 一定 我一定會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這個講座的宗旨 你先講 讓我們很開心 好 好 但是我真的要說那個馬奎斯的百年孤寂 我在三十多年前在大學的時候就買的 那一次我做的 我做的我沒有看懂 因為我覺得他裡頭的人物很多那個時間的那個非線性 讓我很困擾 但是我還是硬著頭皮讀完了 可是我覺得我很喜歡馬奎斯的短篇小說 馬奎斯很多短篇小說 我覺得他寫人物的那個遭遇寫歷史的那種傷痕加住在小人物的那個命運 我覺得那個撞擊力是很大的 所以當我在讀馬奎斯的小說我覺得是可以參照的讀 就好像我今天要來聽評論的演講 我又特別看 看我以前買的新潮文庫那個 比如講大媽媽的葬禮 那大媽媽的葬禮 會想到馬奎斯最後一家蘭故事那個葬禮 可是他這裡頭短篇小說的大媽媽又是另外一個角色 另外一個敘述的一個聲音是可以一起來看的 那我覺得這裡頭在看百年過期 我覺得重看了這一次我覺得 我看得很感動是因為 我就那個閱讀的速度真的會變慢了 那裡頭的確時間感不存在了 你甚至你會每一頁每一頁都想要停下來 比如說一開始他會看 講到老邦迪亞 不好意思我還是喜歡老的藝名 我剛才聽的時候聽得頭很痛 因為那個藝名完全跟不上 老邦迪亞他遇到一個老吉普賽人 老吉普賽人賣他一個磁鐵 那句話非常有意思 他是說 每個東西都是有生命的 只要你能夠喚起它的靈魂 這是百年孤寂的一個開場 而這個開場我在過去並沒有看到 但是我看到最後 最後這個渦良諾 就是最後的一代 生出了朱尾巴的那個第六代 他終於破解了這個老吉普賽人 用泛文寫的所有他們家族命運的 或者國租命運的那本天書 那一陣風就把他追走了 然後馬空都也消失了 可是我就覺得 是不是這裡頭已經不再有靈魂 所以也就不再有任何的一個神明 這是我這次衝突我自己的一個體會 可是你為什麼讓我一直講 好 我剛才講你們有聽得清楚嗎 好 但我有回到你的回答到你的問題 欸不對這是你的 對 就是你剛剛問我的是愛情 對是不是就是 因為這是你的題目 但是我覺得我在這裡頭 我覺得他的 應該這麼說 我重新在看了這一次 我覺得這裡頭的那個愛情 女性 女性執著的是愛情 所以對愛情的那個強奪 或者那種掙扎 那個情感是很激烈的 剛才講的那個妹妹 結果他後來到了 他的那個 失去他那個黃蝴蝶的男人 他被他媽媽 被那個假扮的媽媽送到了修道院 然後他就再也不講話了 一輩子不講話了 可是那可能是整個家族裡頭 我一脫裂的馬剛多 得到善終的一個女人 就是我後來看的是這樣 那裡頭書裡頭的男人 其實我覺得 他們對愛情 我覺得比較是身體的情欲的 但我覺得他們更在乎的是 世俗的財富的 或者是權利的 所以邦迪亞 可以跟他的革命夥伴 即便是他的敵人 一開始 可能作為一個開始的一個革命者 那種浪漫 後來在權力的一個成長跟爭奪裡頭 他就失去了最早的那個初心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就是一個預言 但是我想還是想聽你講 書裡頭的愛情 我不曉得我的閱讀對還是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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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下去了嗎 謝謝 那 我自己覺得就是剛剛豐哥有提到 就是馬奎茲去描寫他的主人公 我們還用原來的名字其實是比較順 叫邦迪亞上校 就是他後來就是他經過了這麼多場戰役 然後在而且也經過了很重要的 這幾頁都是我很喜歡的就是用新的一本 就是他經過了權力的腐化之後 因為有一段時間 他也覺得好像這個權力可以讓他做到某些事情 然後當他再回到馬康多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心境也是馬歸茲寫的最好的部分 就是真的是我隨便唸幾句 就是他懂得他懂得安詳的婉言 就是誠實的和孤獨和解 真的是太好太好的 然後有的人經過問他說你好嗎上校 然後他說的是我在這裡等待我的送葬隊伍經過 就是真的是實在是太美妙了 相比於他之前就是他的好朋友馬奎茲上校 非常非常重要馬奎茲上校曾經熱戀過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阿曼蘭塔 就是阿曼蘭塔不理他 但是馬奎茲上校是一個很忠實的朋友 他就告訴邦茲上校說 你正在慢慢腐敗 你正在慢慢腐敗 然後他就當他在權力的高峰的時候 書裡寫他開始失去理智 而且也失去了方向 然後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在權力巔峰的人也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 他說最好的朋友 你最好的朋友往往是剛剛死去的那個 最好的朋友往往是剛剛死去的那個 他完全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權力場中間人的心情 也沒有 當然沒有真正的朋友 也是這樣 就是他幾乎連 當年對美瑞迪斯的那份熱情 後來他發現他其實沒有在意過任何一個女人 就是這個是講到 我覺得馬奎茲最拿手的部分 就是講到那個權力中人 跟就是在馬康多家族中 或甚至是 就是男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所被教養的 就是你需要怎麼樣的功成略地 怎麼樣的功成名就 就這些部分都有相通的部分 這是權力 那愛情呢 那剛剛 就是不好意思 我很喜歡鳳哥出來講 因為就是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就是不但是書裡面 而且就是我這樣一個讀者 跟鳳哥看也會不太一樣 可能也因為我們作為讀者的性別 也會不一樣 就是女性 剛剛好像鳳哥說說 女性所最新的 或是怎麼樣 是愛情 對 對 一直有一個 對 一直有一個 對 是 是 是 那對我來講就是 我剛剛講就是阿瑪蘭塔 就是那個 沒有得到 調音師的愛 在一開始 可是後來調音師去找他 他已經 他反而不要跟他在一起的阿瑪蘭塔 就是 到最後一代一代 雖然他的 命運很波折 後來他的 他的 侍子 還有後來的 侍孫 也都 為他 為他 而死或怎麼樣 就是他 也都跟他有 就是 都對他有一個 情欲的關係 然後這位 老太太 到後來已經很老了 就很像 就是 就很像 我們剛開始講的那個 烏蘇拉 跟另外一個 佩托拉 一樣 就是 在後來 他們 就 多少 更清澈的 看見 這件事情 就是 包括 愛情 對人的 意義 以至於 就是 如果 用 我的角度去看的話 我會覺得 就是 在 百年古籍書裡 就是在 馬葵茲的 角度裡 他 確實有 很清楚的 讓我們看到 就是 那個 女性 更頑強的 用 Tenacious 來講 就是更頑強的 或是 更堅毅的 那樣的 生命力 支撐一個 敗落的家族 或者是 開啟一個 完全 全新的 事業等等 其實那個是 應該是 比 比 情慾 比慾望 更值得 讓人活下去的 力量 那 即使是 即使是 阿馬蘭塔 即使是 阿馬蘭塔的話 她都 經過 一個一個的 男人 一開始是失望 後來是 她不給人家 希望 一代一代 之後 她 依然 活下去 活得 很老 而且 活得 似乎是 很有目標 你可以說 她的後來的目標 在編織她自己的 受益 但在某個意義上 她 確實也在 那個家族的 宿命之間 很清楚地看到了 自己的位置 以及生死之間的意義 就是 這個是 我會對 就是 愛情在書裡的 代表的角色 那 就是 愛情跟性別的 互相 有角的關係 然後 無論如何 其中有一個 還是 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就是一開始 那個最 可能是最重要的 變數 就是那個時間 在 在 在這樣的時間觀裡面 在這樣的一個 循環的時間裡面 某個意義上 愛情 也很像 邦迪亞家族一樣 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 就是那個羊皮卷上寫的 宿命 是 一樣的 就是 它是 不可能的 它是沒有可能 開展 也沒有可能 帶來幸福 或 種種 而 這個是 就是 我自己也是回答 風哥剛剛問到的那個問題 所以 至少我沒有認為說 女性是 是懷抱愛情的 過了一生 而男性 有其他的部分 就是這點我們會 不一樣 可能跟我們 身為我們的生理性別有關係 那 大家 就是 其實這個是 我很期待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其他的 問題 或者是 對書裡面 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 對 對剛剛講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應 是 哪一位 對 比較客氣 對 雖然 雖然 我有準備說 我可以講兩個鐘頭 可是我還是很希望 就為我自己的福利著想 很希望聽聽大家的看法 你要不要出來說 好 因為我們現場 我們現場有直播 我怕那個聲音 可能聲音出來 因為這個對話也很好 對 來來來 這是你自己出來的喔 對 不是你 我沒有Cue喔 可是你跳過第一個問題 那我說做一個 第一個問題 做一個寫作者 對馬魁斯對你來說 寫作上的一個影響 或者一個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你最想達到 或最想契機的 他給你什麼樣的啟示 你沒有回答這一題 我只是提醒你 沒有回答這一題 OK OK 那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也好喜歡跟大家分享 就是身為寫作者 我還是同樣是那個 就是對我來講是 這個世界充滿了趣味 我怎麼樣從閱讀一本書裡面 得到最最最最享受的部分 這個一直是我的初衷 那即使是身為 就是同時也身兼作者的身分 可是在讀馬魁斯的時候 我就完全完全全的恢復 回復 或者是原來就是 我就是那個被娛樂 被他帶著走的讀者 我不知道耶 我多希望就是 我多希望我們的世界 是如此的豐富多彩 那個色彩的部分 確實是 拉丁美洲作者的獨特的地方 那樣的多姿多彩 但是我自己都不會覺得 這個有點繞過去 可是其實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我都不會認為說 我們土地上的作者 有辦法直接從馬魁斯身上 得到一個更更線性的 或者是更具體的 就是那個影響一定是 如果有的話它是隱隱然在那裡的 因為我們漢人的文化觀 或者是說我們台灣的 或者是說就是我自己是漢人 當然漢人不是台灣所有的人 就是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講 就是這個世界 就是我們會覺得台灣 現在跟二十年比三十年比 我們有這麼多的進步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什麼都有 就是它還是一個 線性往前走的地方 然而拉丁美洲真的不是 就包括每一個 就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這樣 智力可能是比較利物的 因為它原來也許是跟得益的移民有關係等等 可是基本上它是在 整個是在一個比較 因為時間的回到原點 就那個循環性 所以有了魔幻寫實 最最最最適合的土壤 但是我們的文化比較不適 我們相信的是 就是如果我們很努力的話 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 至於真的有沒有越來越好 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我們整個的 我們的印象是這樣的 所以身為寫作者來講 如果有影響 如果有啟發的話 那一定是我很羨慕 怎麼有人可以讓我每一次 或者是各位也是 每次讀 都在每一頁或每一張中間 讀到那麼樣豐富的意義 而且都是不同的意義 對你對我 對我們每次在每個年齡裡面讀 都不一樣 這是我很羨慕的地方 那個啟發就是知道 有人這麼厲害 有文字可以帶給讀者這麼多的享受 這麼多的養分 這麼多所有所有想像力的無限的開展 所以那個是在後面的 那直接的影響 就是說如果說 我多希望我現在寫的作品裡或什麼 多一些魔幻寫實的影子 那是沒有的 就是我會覺得說 就是文化背景跟作者手底下所描寫的世界 是很有關聯的 所以那個部分沒有 但是身為讀者的趣味 那個是最最最重要的 我們誰不都是為了 就是為了這個世界 可以給我們的眾多的樂趣 眾多的想像 眾多的創造力的 所有是為了這些氛圍 所以我們才活得 這麼樣值得活下去 對 所以這個是馬貴茲對我的意義 我想對各位也一樣 哈囉 剛好有人在線上提個問題 我們就請詹哥來主持後面的問答好了 來 我們 你們去準備一下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工作同仁傳給我說 線上有收視的觀眾 他有問題要問評伍老師 對 我先問他的問題給你 請坐 然後我再問我自己的一個問題給你 第一個他問的問題是 請問評伍老師 在這本小說裡面 最喜歡哪一個女人 最喜歡哪一個男人 我立刻想到最喜歡的男人 其實是他很命苦的 就是那個豬尾巴小孩的爸爸 奧雷利亞諾 奧雷利亞諾 對 他是這麼樣的認真過他的人生 希望那個人生還有很多的篇章 而且他是一個這麼這麼認真的讀者 我想他是在整個書裡面 最喜歡最喜歡看書的人 就是他會跑去剛剛講那個太龍 加太龍 賊者的書店裡面去問 剛好那邊有四個小朋友 四個年輕人 就是他們會探討一些 是非常有永恆意義的問題 雖然在時間的扭轉跟循環之下 那些問題可能一點意義都沒有 可是他多麼像 甚至有時候自己會想 我也是這樣的人 就是明知道很多事情的枉然 可是那個探究的樂趣 對我是過日子的方法 所以立刻想到的話 就是我會想說 他的日子其實不錯 愛上一個充滿了活力的 雖然是他的阿姨 可是他不知道 就他們的愛情是那樣的自然而然 就是他們的那個強 如果看書裡面就會知道 就他們之間那個強烈的欲念 跟某個意思是用形容詞 他們是靈肉合一的 就是他們的愛情是靈肉合一的 而我很喜歡他 因為就是他那個 只要有一間書店 就足以夠他過每天 每天很幸福的日子 就是他的要求也不多 似乎應該是這樣的 可以過一個美滿的人生 但是當然是就是在整個書本裡 他已經到了尾聲 所以他幾乎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即使是很卑微的願望 也做不到了 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對我來講 他是真正解開謎底的人 雖然解開的謎底 就是最後打開那個羊皮書件 真正讀懂了 知道整個家族宿命的人也是他 就是雖然一切都那麼枉然 枉然 一切都可以 都那麼虛妄 可是他還是把他讀懂了 在這個意義上 就是當然我很喜歡他 那最喜歡的女人 其實剛剛有透露 我很喜歡那個Pedro Pedro Cortis 就是佩特拉克提斯 對 因為他真的好有生命力 就是那樣的生命力 不是親住在 就是他喜歡 他喜歡那個 他喜歡奧雷里亞諾 二世 跟他在一起 他們過著很甜蜜 很熱烈的情感的日子 可是 他從來沒有真正 迷失在那份 慾望裡面 他還是一直在努力的經營 他的採券生意啊等等 即使是時事已經這麼不好 而且就是 就是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就是 他有一份那個親民 就是他 他洞見到 洞見到 洞見到包括荒芜 包括 孤寂 包括 兩個人在一起的爭議 就是 什麼是天長地久 不過是 互相可以讀懂 彼此寂寞的 這樣的一個避風感 就對我來講 就是 那樣的 徹悟 那樣的 徹悟在百年孤寂人物裡面 他顯然 他顯然 是我心裡的那個女人 就是我最喜歡她 對 好 那我來問我的問題 我剛剛那個問題 剛好很想問 好像想問 問偉雄的 對 你最喜歡的男人跟女人 對 我想大家都很想問 壞打 我先問完我的 因為今天是你的演講場 所以大家其實是 目評估老師名而來 我先問我的 如果有時間我再講我的 但我第四場就是我講 我通常講的時間都不夠 所以 所以會再講 他們不會問你 最喜歡的男人跟女人 你第四場的時候 講的是足球啊什麼的 對 OK 好 其實你剛剛在 在PowerPoint裡面 你其他那個 數學的那個小等式 就是 愛情其實 正相關於 時間分之一嘛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當時間越長 這愛情的力量就越弱了 對不對 所以 這無可避免的 我們就會想到 浪漫愛跟婚姻這兩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 當 那個時間變長 就是婚姻的意思 好 那 你在玉米田之史裡面 我其實印象很深刻 包含這個是追索這個新聞的 住外記者還有 真的躺在玉米田死去的 那個男人 他們好像共同都碰到 人生的某一個問題 就是婚姻 你在裡面有寫就是 當你走入婚姻 其實你要不走入戰場 你要不就走入墳場 對 所以這個 因應然我直覺 好像對應到 你剛剛那個等式 就是時間分之一的概念 對 所以在百年孤寂裡面 我剛剛搜尋一下 大概有三樁比較正式的婚姻 一個是烏蘇拉跟 何希阿爾卡迪歐布恩蒂亞 就是第一代的組長 那第二個是阿爾卡迪歐跟 跟聖塔蘇菲亞 對 因為就是 就是那個 必然德雷拿把聖塔蘇菲亞 送多對應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 菲蘭塔跟奧蕾尼亞 都二世 我算是 從詹菲菲亞到評路 我算是念的比較 不會打結的 但是因為我讀太多片了 所以有這三樁其實 然後第四樁其實嚴格不能算是 所以 因為第四樁 它有點破格這樣子 所以你在看這個小說的時候 你怎麼看那個婚姻跟浪漫愛這件事情 太棒的問題 真是太棒了 就是 剛剛講的這三樁 就是第一位 易嘉蘭或烏蘇拉 就是第一位大家長 他跟先生是一個非常好的配合 因為他這麼樣的務實 又這麼樣的勤奮 他跟前程整天空想 所以他們其實是所謂的婚配 就是婚配的意義就是 某個意義上的門當戶對 不一定是家事上 而是個性上的相合 所以他們其實是好的 但是那個中間就是 可能剛認識的時候一定有 因為他們原先是不應該結婚的 他們在一起 可是這麼久 然後這個先生有時候綁在樹上 有時候瘋癲 有時候做空想的夢 所以其實那個 大概那個就是生活 第二個跟第三個 其實都是沒有感情的感情 就是第二個聖塔蘇菲亞 對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會工作的 對家裡每一個人都很好的 像一個簡直是匍復的角色 對孩子 對先生 對家人 當然都有注意 可是看不到 就是看不到 除了在一開始他們碰到的時候 就是比較沒有愛情的可能 那第三個 他們的那個蘭塔 艾菲蘭塔 那當然是一個非常古怪個性的女士 那除了精神上虐待她的孩子之外 也情緒勒索的母親 其實也沒 也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角色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就是說這個是 這是婚姻是一個 也許是穩固的關係 當然在小說裡什麼都不穩固 那這也是為什麼就是我會特別喜歡 剛剛立刻的回答就是 為什麼那麼喜歡佩特拉克提斯 就是因為他似乎找到了一個出路 就是那個是多麼多麼需要睿智的事情 因為婚姻是婚配 某個意義上就是配 要配合 然後配合的為了是過日子 但是在佩特拉身上的話就是 一方面當然也因為他不是正公 他是情婦 所以他們有熱烈的愛情 然後在愛情的當中 居然找到了一個可以互相依偎 可以互相安慰 可以互相過很困難日子的方式 同時他還有余力 剛剛有講到 他還包括他先生的妻子 就剛剛那個非常怪異的 費蘭塔 他都努力的去照顧 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為什麼回到前面那個問題說 我很喜歡這個女人的方式 因為本身這是一個難題 就任何人面對婚姻或長久的關係 都有幾乎可以很肯定的講 幾乎都有這中間的折磨 有時候是折磨彼此 因為期待不一樣 期待浪漫愛的必然會失望 然後期待婚配的可能會讓對方失望等等 就是這個難題是一直在的 那居然在這樣的一本小說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某個意義上你要理解 你如果可以理解對方跟自己 原本都是孤獨的那個人 就是那樣的理解之下 終於可以有了 也許某個意義上是比 朝生暮死稍微長一點的幸福 其實我們華語的作家 譬如張愛玲的《清城之戀》 如果大家記得那個結尾 寫的是同樣一件事 也許因為強倒了 也許因為他們那一瞬間的彼此的理解 可以夠他們好好的活個十年八年 或者是更久 其實那個是回答問題 那個是婚姻的解方 就是你必須要想一個妥貼的方法 讓你轉化 讓你升華 讓你可以很和平而相和的過下去 這是重要的 好 還有五分鐘我一定要聽 詹哥的問題 我最喜歡的男性是 我都從他們死亡的那一刻開始 喜歡起這樣子 我其實最喜歡的就是還是波恩迪亞上校 因為他最有死的時候 我在導演圖裡面就有講 就是這個馬奎斯是 要寫他死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他在寫作十八個月裡面寫到一半的時候 他覺得該時候讓他死了 所以他那一天是 你在讀他其他訪問錄裡面可以聽他自己講 他花了很鄭重的心情去寫他 然後寫完之後 上到樓上臥房睡在他太太的枕頭旁 太太正在睡午覺 他在旁邊哭了兩個小時 那我最喜歡波恩迪亞上校的晚年 也就是他開始不再去殺戮的時候 他在窘無止盡的做他的小鯨魚的時候 那個是我最喜歡他的時候 他好像已經看透了生命的某一層薄霧 然後他最後要死的時候 是他走在大馬路上看到五顏六彩的馬戲團班子過來 然後非常繁華熱鬧 這個馬奎斯在寫他的這個筆觸 光是那一段我都覺得就可以變成 某一種文學寫作的一個參考 大概是六行到七行 然後那個繁華艷麗喧鬧的馬戲團過後 然後這個上校看到的是空洞洞的街道 以及蒸奇的霧氣 然後最後他走到家後院 曾經綁著他爸爸的那棵栗樹上去小便 然後就頭椅在那裡 他就死在那裡 可是家裡沒有很小的 一直到隔天早上11點 聖塔蘇菲亞 就是我們第二個加入布文迪亞家族正式婚姻的這個媳婦 才發現他的公公在那裡已經死了 聖塔蘇菲亞是一個 剛剛評估講到 他是一個我們講說 忍辱負重 跟他是一個二號烏蘇菲亞 就是在家裡搓進各式各樣的大小雜屍 可是他做出有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讓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英勇的 也就是他的兒子 荷西拉爾卡迪歐最後死掉的時候 荷西拉爾卡迪歐他是領先要去破譯 美甲德斯密碼的那個人 所以後來他帶著奧利利亞羅 要去學習梵文的人 他最後死的時候 聖塔蘇菲亞是拿一把大菜刀 把他兒子的頭剁下來帶回家 這種種的所有的episode 都是讓人家夢幻神迷的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男生 我最喜歡的女生就是美人 我講一個 我為什麼喜歡他是 他是唯一一個不捲入任何 這裡面百年估計家族所有糾葛的人 馬輝斯有意的 要把他放成一個中空的角色 他長得很漂亮很脫俗 最後他的消失他是少數 我在那個家族批表裡面統計 有三個在最終馬康多的浩劫中 應該可以幸免於亂的 聖塔蘇菲亞算是一個 因為他離開家裡 然後那個美妹 因為他被他媽媽驅逐了 所以他坐著火車離開 火車旁邊還飛舞著一隻隻的黃骨碟 這是迷人的不得了的場景 然後我的感覺是 這個女生出現在 他是在百年家族裡面一個超越性的存在 那後來我看馬奎茨的訪問錄裡面 他說他本來寫的 他自己的筆記本裡面 本來寫好的是他跟人家私奔要走 但是他的家族認為就是一個醜聞 所以就跟所有的馬康多的證明說 他就是往天上飛天走了 可是他後來實際上在寫的時候 他覺得說飛天走的 這種比較比你那種私奔更令人可信 因為對馬康多的人 他們相信的事情就是真的 所以他到最後他就要寫他是升天走 可是升天走這個事情 他說缺少一點說服力 然後這時候他到院子裡面看他太太 Mercedes正在後院亮床單 然後風大吹 有幾張床單就吹起來 突然有了 他就是要在 費蘭塔在曬床單的時候 床單飛起來的時候 他跟著所有的床單飛天而去 他說這個東西是最相信的 最具有可信心 好啦說了半天我最喜歡的女生就是這個 沒有任何瓜葛的 美人然後我最喜歡的男生是非常老邁的波恩迪亞上校 謝謝 時間也到了 所以謝謝評錄我的老師 因我的邀請來講百年孤吉 這本小說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浪漫愛情 今天我和各位一樣大家都感受良多 特別是我們都已經是60歲的人了 我們獲得多少都應該要有 扣提斯這樣的某一種 Clarity這樣 然後 謝謝大家的讚與 謝謝老師 我們期待下一場是 前GQ雜誌的總編輯也是我的老朋友 杜竹葉 要來談百年孤吉中的拉丁美學 謝謝 期待下週再會 謝謝老師 大家請留步我們來拍一張合照 來那個 把這個筍出 controlling 哪一個特色主角 derived招呼 可以散聽� 對 不 賤 我們 Shout